俄羅斯聯邦安全局9月26號 在海森威拘留了一名日本的外交官 並且下令他9月28號前要離境 理由是他從事間諜活動 引發日本的強烈不滿 對俄羅斯提出了抗議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表示 證明日本外交官已經錢換取西方制裁 對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經濟影響 以及其他的機密資訊時被當場給逮貨 因此將他列為不受歡迎人士 不過日本外務大臣林方正表示了 俄羅斯提出了這些指控完全不屬實 並且這起事件也違反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除了召見俄羅斯駐日大使 提出嚴正的抗議之外 也要求俄羅斯正式道歉 並且應該防止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 那同時林方正也認為 日本有必要針對這起事件 採取相關的措施 菲律賓最近正在大力搜查 掃蕩不透明的網路賭博行業 菲律賓司法部宣布已經強制關閉了 影響以及菲律賓加強打擊違規 這幾年已經有不少的公司撤離 針對近期菲律賓大力掃蕩 清查非法獨博業呢 中國表示支持菲律賓驅逐 跟打擊網路博彩相關犯罪 那中國也會繼續採取嚴厲的措施 來打擊博育產業 雖然目前全球的經濟狀況不樂觀 不過世界銀行最近上調了東南亞的馬來西亞 泰國還有柬埔寨2022年的GDP經濟成長率 由於馬來西亞國內的消費狀況改善 再加上出口強勁觀光逐漸復甦 今年的上半年經濟成長遠遠超過預期 也因此世界銀行把GDP增長預測上調為6.4% 那泰國也因為放寬了防疫相關規定 助長了旅遊業的復甦 因此世界銀行把GDP的經濟成長率上調為3.1% 泰國政府則預測今年的經濟成長會增長3%到3.5% 至於柬埔寨的部分 從4月份的4.5%上調到4.8% 不過同樣位在東南亞的緬甸 則是因為受到了高通膨 國內動盪這些因素的影響 經濟持續的疲軟 因此自去年積蓄收縮18%之後 今年的經濟增長可能大約只有3%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